满满笑容向选民挥挥手 台南第六选区立委王定宇 一大早就出门谢票 因为争取三连霸成功 同样顺利三连霸的还有他 台南第五选区邻郡县 站在车上沿途扫街谢票 一一向选民表达感谢 另外台南第三选区当选人 陈廷飞更是席卷了七成选票 以132377的高票争取五连霸成功 第十一届台南市立委选战 区域立委投票率71.99% 民进党挥出全雷打 提名六席全部顺利连任 其中陈廷飞的得票率 更是民进党全国最高 达74.14% 比起2020年的69.77%还要高 冲出亮眼成绩 因此被看好可能是绿营下一届谈的 市长选战人选 对此他也坦然回应 而林俊宪以及王定宇同样劝劲声不断 不过被问到是否角逐市长大位 回答明显保守许多 立委选战刚落幕台南市民进党立委大获全胜 尽管距离百里侯之争还有两年时间 但烟消味悄然升起 华视新闻刘焕生台南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